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防疫新生活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 出路记得要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 仍仍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重点新闻 烟花台风来自雄雄 金融市政府21日就自行宣布 原定23、24日停止疫苗接种服务 民众可以取消原预定改约时段 已经原本登记在7月23号跟24号的这个要施打疫苗的民众 那大概有3000人左右 我们在今天早上市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的一个简讯 来通知这些民众采取以下两种应变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如果他已经完成预约在7月23跟24号要这个施打 排庭接打的一个民众的话 他可以利用健保的快预通APP 或者是1922的网站 在明天也就是7月25号中午12点之前 那上网去更改他预约的一个时段 那如果他因故呢 没有办法去完成预约的一个更改 也不用担心 市政府会在下一轮公费系统预约简讯寄送的时候 主动把这些民众列入简讯的一个发送 来个超前部署被外界形容是逆时钟 市长刘昌这样说 大家看后面我们用的是电子钟 所以没有什么顺值钟跟逆时钟的问题 我想怎么样为市民让大家方便 而且中央也已经有这样一个指示 那不需要等到那个停班停课 其实我们地方政府可以做决定 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做决定 用玩笑来化解尴尬 说尽早启动应变计划 针对孕妇接种疫苗的便利性 市政府也有专线提供孕妇预约登记 预约的一个时间 从今天7月21号到7月28号的中午12点为止 那开放网络的一个预约 那不接受到现场挂号 所以请我们这些孕妇的市民朋友 大家特别注意 那你预约成功之后 那系统会寄送通知给你 那我们施打的时间还有地点如下 我们施打的时间是在7月27号 也就是礼拜二跟7月29号的下午 一点半到四点半 那我们跟长庚医院来合作 是在长庚医院的户外施打区 来帮大家来打这个疫苗 原定24日开放登岛的基隆雨 因为台风来袭海象不佳 为了旅客安全 市政府决定取消24、25日两天开放 等到26日再开放民众搭船登岛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来到金融庙口 市长黎又昌蹲下来 仔细检查排水沟 清淤的情形 烟花台风逼近北台湾 金融座房台准备 市长黎又昌上午召开应变会议之后 前往庙口一带视察 我们一方面防疫 一方面防台 然后相关的整边工作 各局处大家都已经在进行 我早上特别到庙口去看 是因为过去庙口因为做生意的关系 水沟要清疏非常的困难 这是因为防疫 我们不只把整个庙口的自来水管线全部怠换 我们也把所有的水沟全部清了一遍 所以我今天特别去看 现在庙口的水沟的深度 大概有超过一米 所以它的排水的断面是非常的畅通 我想也可以因应这一次防台的一个工作 同样中正区信五到信七路一带 因为地处低洼 每逢台风又遇上大潮 海水就会无法排出 容易淹水 今晚市政府在东四码头设置抽水站 现场设置了四部抽水机 但淹花台风来袭 周边里长担心排水问题 在市议员张浩瀚的陪同下 前往关心抽水站防台准备措施 现在最怕的就是涨潮期间 就是打牢自己的期间 然后一水瞬间下来 那可能这个要抽靠抽的话 那可能抽不到 希望说移动是这个 可能多两三步 然后来备用 顺便就帮忙一起抽 超水站人员紧盯着 荧幕上的水位高度 一旦超过警戒水位 就会立即启动 此外为了防范海水倒灌 抽水机无法运作 公务处将调来 另一部移动式的抽水机来应变 就是说水情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正常一些 但是因为台风清洗的话 毕竟就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做好 各项的一个防台作业准备 过去其实除了台风季节来的话 其实在梅雨季的强降雨的这个时段 其实都会有容易造成淹水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我觉得机单气候的改变 也要调整我们对于防灾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临时性的或者是除了长测性以外 机动性的我认为 反而比长测性的更加的重要 烟花台风来袭 基隆全力防台不可掉以轻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我们今天又有一批人员到现场去加强巡视 刚好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提醒我们相关的观众或乡亲 能够注意台风的做好准备工作 通常你们都怎么准备 就是说因为这一次中度台风烟花 昨天晚上气象局已经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它的路径是朝向北部 那基隆地区呢 是临海而且也有很多的山区 除了是迎风面以外 也容易造成大风大雨 所以在也容易会有树木倾倒压到电线的情况 还有山区的土石崩落 那让电感捣断 造成一些停电的情形 所以台电基隆区处这边 我们已经成立了防台紧急应变小组 全力做好戒备的工作 那我们已经先针对我们防灾的 这个车辆工具 像发电机抽水机 我们都做好了这个盘点跟整备准备 以及呢也完成了我们抢修人力预备待命的工作 随时我们注意这个台风的这个气象局的最新资讯 那有效的来投入防灾的工作 哇那好丁度喔 是是是在这边我要还是要有三点要跟我们观众或乡亲做提醒的 那第一点呢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共同来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 那尤其在比较低洼 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 那我们把沙包防水砸门都把它准备好 那预防大雨来的时候会造成淹水 因为像地下室的淹水就容易影响到我们抢修 负电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进行 地下室要顾好就对了 是是是针对那个重要的地方像抽水站不能停电的相关的单位跟设备 也要及早的把这个发电机不断电的设备都准备好 那如果发生了停电事故呢 那就请大家都利用网路通报的方式 或查询停附电的资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来加强防台 像固定的那个招牌的看板 还有一些悬挂物 那能够把它拿下来 那避免说遭到强风的吹袭 那碰到电线就会有造成断线跟停电的情况发生 那但是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有遇到看到电线掉落 那绝对不要去去捡它 不要去碰它 那赶快打电话给台电 那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员 赶快去现场进行处理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有发生停电的事故 那我们会鼓励我们观众这边 大家多多利用台湾电力APP 来做报丘的功能 那这个台电科就可以及时的受理 而且把相关最新抢救的情形 透过APP也来推播告知 那还有我们针对台风台电的公司的网站 也会开设这个台风停户电资讯的专区 那大家可以输入停电的地址 那停电的情况就可以完成它的通报 后续也可以进行停户电的进度查询 以及也可以利用台电的1911客户专线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留给不会使用网路的乡亲 或者是比较习惯打电话的长辈来使用 这是我们三点这边要麻烦大家来配合的 那另外跟大家报告就是 如果是因为这个台风造成的停电事故 那台电公司会积极 而且很快的派员到现场去抢修负电 那我们的负电程序呢 会从重要的电电所还有主要的干线 以及我们分支的干线 这样的一个顺序来执行 那另外会考量到像火车 自来水还有我们电讯通信的公用设施 这些都要先完成 我们就会来进行一般用户的顺序 安排人员进去抢修 这个是目前我们大概已经做好盘点 以及我们希望提醒民众 大家能够共同来做好这个防台防灾的工作 记者黄女生采访报导 怪手不断将地面上的各种废弃物 以及垃圾捞到轻运车上准备载走 这里是暖暖区远远路上的暂定古迹 惠民新村 由于烟花台风逼近 恐怕将带来好大雨 住在旁边的民众很担心 堆放在里面 从惠民新村清出来的各种大型废弃家具 以及垃圾 万一大风吹或是淹水时 可能会造成灾害 在这个时间点以前 把这个把它清理完毕 就算没有清理完毕的时候 可能也要做一些 好像说很稳固的一些防护措施 不要让这些垃圾飘到马路上 或者飘到那个住户 邻居到处全部都是垃圾 这样也不好 因此机动市议员林敏勋特地协调机动市文化局 以及机动港务分公司 要求委外厂商提早进场 先把惠民新村里面的垃圾先行清运干净 同时协调市政府环保局 让这些废弃物及垃圾可以先处理 避免台风来时可能造成的灾害 因为公文往返上 然后还有一些联系上面的问题 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来处理 那因为台风在明天就要来了 那所以今天那个施工的厂商 清运的厂商就赶紧立刻进场来做施作 那其实文件上的来往是真的蛮繁俗的 所以说我在 我有发了一个特级件 要求文化局就是 以这个废弃物清理 要让厂商 要让港务公司这边 围清厂商进来清除 那不然说造成这个民众的损害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们有请他们今天赶快 立刻来把它做载运走的动作 那因应明天台风来 才不会造成一些人员的损失 跟财务上的损失 李敏勋指出 根据委外清运厂商的清运计划 最晚22号就可以全部清运完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书冠4.0 政府挺年轻人渡难关 免计划书 免保证人 7天快速审核 政府帮您付5年的利息哦 已经申请的青年朋友 审查后可延长12个月再缴利息 快拨2427-8090 纾困4.0 政府助您渡难关 基隆市民纾困咨询钥线 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 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 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 美丽基隆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 宴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宴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卵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乡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叉活动官网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徘徊 已经变成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特地媒合基隆爱台客教练会 以及曾经因为罹患淋巴癌 来接受基隆长根医院治疗好的 上达人水产业者 一起怀抱感恩的心 致赠300份的面包点心餐盒 给基隆长根医院的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在第一线 守护民众健康的辛苦 因为他们有感说我们这个医护人员第一线的一个工作的辛苦 所以他们今天捐赠300份的一个爱心餐盒 那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 我们会持续做三次 谢谢大家 谢谢医务人员的辛苦 很感谢长根医疗团队 对我的照顾跟帮忙 那也借这个机会可以做一点爱心 回馈社会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一起出来做爱心 对谢谢大家 收到爱心面包点心餐盒的基隆长根医院 也非常感谢杨秀玉议员和基隆爱台客教联会 以及上达人水产的爱心 最近非常多的议员包含了杨议员 还有各界都有捐赠了很多的物资 那其实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开心 有被鼓舞到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市议员杨秀玉表示 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医护人员仍然得随时保持警戒 因此送上面包点心为他们加油打气 聊表心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对我们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就是在海大 现在最近大家学生都有点困难 然后现在就是有食物包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多 然后就比较 就是比较方便可以煮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 这里的疫情是蛮严重的 打工机会也蛮少 所以这个薄荷协会的那个卷助 对我们的调生的帮助很大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必须留在海洋大学里面 住宿的外籍学生 在拿到防疫防台食物包 以及防疫面罩之后 特别感谢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市议员张炳君 制证的防疫防台食物包 里面包括有面条 饼干罐头等等 让学生们感到特别温暖 校方也非常感谢 海大在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 纾困的机制 那包括到这个 我们有急难救助 救助金 那我们这边也有提供一些 餐券 喜福餐券 然后还有一些餐厅的 这个全家的礼券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 不定时的会发放给这些 外籍生 还有我们的乔生 来帮助他们 度过这个 困顿的生活 对 那这次真的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议员 还有我们的协会 这边大力的帮助我们 那我相信 这个社会上真的是 处处有温暖 处处有暗 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呢 那也可以 引出更多关心这些 这个有困难的学生 然后让他们能够安心的 在学校就学 然后让我们活生 谢谢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徘徊 再加上烟花台风来袭 机动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薄荷关怀协会 捐赠防疫防台食物包 以及防疫面罩 也因为疫情必须留在 海洋大学里面的 94位外籍学生 希望帮助学生们 平安度过台风和疫情的挑战 那薄荷关怀协会这边 有准备共94份的防疫食物包 要来提供海大的外籍学生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有许多外籍的学生 他们打工极为困难 然后生活也产生一些困顿 那我们得知到这个消息后 我们马上来准备这些防疫的物资 还有食用的物资 希望可以来帮助这些海大的学生 能够来短暂度过困难 那今天准备了很多的防疫物资 还有秉均也准备了我们的防疫的面罩 就是希望让这些外籍学生 在我们台湾 依旧可以感受到 我们对他们的关系 尤其是说我们最近的纾困补助 这些外籍学生们 往往都是被忽略的 所以今天感谢我们 复合关华学会有看到他们的辛苦 然后我们今天也特别举办了这个活动 希望让他们感受台湾对他们的关心跟温暖 不管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拿到防疫防台食物包的外籍学生 都会说声中文的谢谢感恩在心 记者 运收 基隆报导 年年收到好评的美丽基隆征选活动 尽管碰到疫情仍然不停歇 今年加入线上学习课程 嘉惠基隆学生 今年我们特别透过产学合作的方式 那我们准备要举办媒体素养教育课程 希望这些课程能够让孩子学习到接受资讯 了解真相 那同时也培养分析跟表达的能力 那慢慢从一个媒体的接收者 那转变成传播正确讯息的人 这是基隆市政府一直以来积极的推动跟努力的方向 华世代的媒体素养培养好了 还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哦 在华世代行动传播远离假新闻的计划中 除了教导学生聪明辨别真假新闻外 还教孩子们拍影片 掌握远景中景近景的拍摄技巧 不只可以轻松拍还可以轻松剪 多练习顺畅后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多多善用这个自媒体时代呢 手机具备的一个长大的功能 还有很多APP软件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心 所以都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世代行动传播时代 那这时候不跟 等待何时呢 真的好实用哦 华信国校的孩子们都好喜欢摄影的部分 校长也与孩子们一同上线 以实际行动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 谢谢基隆市政府 然后还有我们吉隆有线电视 特别安排这次的这样子一个课程 在这个时候来安排学生 去了解资讯的重要性 资讯的对错 假新闻或者是假讯息的这个份 其实对学生来说 都相当相当的重要 他在家里面去怎么样 知道正确的去使用这些行动载具 然后不要只是在上课 然后再拿行动载具来玩游戏 来聊天 我想这个对于学生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帮助 在市府与中家吉隆的规划执行下 预计有十场次的线上教学 希望透过华世代行动传播远离假新闻的课程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广说好评的美丽基隆创作比赛开跑咯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以A City Full of为主题 广邀民众透过影像记录 结合创意发想及基隆之美 用影片来说故事 带领更多人一同来挖掘 体会基隆的美丽 今年以A City Full of为主题 期待大家能用各式各样的角度 展现对基隆特有的印象跟故事 投稿的方式分为影片争选跟摄影比赛 其中摄影比赛又细分为专业组和玩家组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我们很希望在疫情趋缓以后 不论是专业的摄影达人 还是喜欢用影像记录 生活点滴的一般大众 那我们都欢迎到基隆来 走访基隆 同时呢也透过你的镜头 一起发现这座城市的美跟它的魅力 碰上疫情爆发的2021 主办单位指出影片不限于2021年制作的 只要是2020年1月1号以后制作的影片都可以报名参加 而且这次影片长度只要一分钟 另外在摄影创作的部分也推出了玩家主 只要您的手机内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都可以报名参加 还有机会赢得奖金哦 如果想要了解详细活动办法 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的官网 欢迎大家踊跃创作 用影片相片来发扬基隆的美 让更多人能透过一幕一同看见 感受基隆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街中要行夫妻确诊